好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的 在今天的内容啊 首先来讲的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的今天的帆船报告 先三风暴 第一个帆船是阴谋吗 为什么这样子讲 大家说这个船今年1月才买的 然后原民案外案 第二个正邪三点钟开幕了 韩国瑜吐酒是演的 但他为什么要演 他为什么把自己塑造成说 我是被人家有人给我穿小鞋 为什么 第三个就是淘机塞机被骂翻 管碧琳摸脸的那个 竟然是中天的记者 那我先跟大家讲 在这个事件当中啊 我先来跟大家讲 这个翻船报告的冲突事件 那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今天翻船报告 结果是各自表述 这个是高金素媒的提案 因为呢 管碧琳他的名称是 113年2月14日 取缔大陆级的快艇事故案 专题报告 他是用取缔来讲 但是国会频道 还是用的高金素媒的 就是金门撞船案 翻船执法过程 跟后续处理 那两个人在今天呢 导致整个的 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是吵了20分钟 我跟大家讲 这个吵了20分钟 吵的事情很奇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高金素媒说 啊这样子啦 我们应该要来 礼让民众党 他说要礼让民众党的 麦玉珍先发言 但是民进党的 王美惠就说 诶 照规矩来啊 为什么要礼让啊 你现在民众党 就是靠他们啊 靠国民党啊 小兰 然后呢 苏小慧张宏路就协调说 要不然这样子 我们三党抽签 发言顺序啊 一党一个人 然后民众党的 麦玉珍先 再来国民党的 徐新颖 再来民进党的 李博毅 然后呢 另外又吵一个 位子之乱 就说哦 现场的立委很多 没有位子坐 然后呢 这个就有人说 啊你这样 你这样出去啦 你那个 背袭的这个官员啊 你们离开啦 把位子让给立委 那当然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 洪蒙凯说的 他是谁 他是国民党党团书记厂 他这样一讲的话 王美惠就不满大潮 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当然不行 结果麦玉珍呢 一直拖到9点22分的时候 才上台 结果你知道吗 傅坤奇漏王镜头 他搬了两张桌子 两张椅子过来 我觉得立法委员是怎样 你们非常在意 那个椅子吗 下一次的话 就请协调 多搬几张椅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 高金素媒 跟管碧林的 大战三部曲 大战三部曲当中 我的评论是 我觉得高金素媒 不用咄咄逼人 但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觉得管碧林 你要特别的小心 你做了太多的事情 是被人家 可以见缝插针 而且是非常不当的 我先来看到第一个 名称的这个部分 高金素名称是处自于 海巡署 2月22号直播记者会 海巡署 你被人家发现了吗 他就说 我是直播人员 自己物质 后台物质 我请问你 你干嘛物质 对不对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名称 不能够用撞传 今天呢 我们来看到 周美武就说了 周美武说 海巡署 署长周美武就说 你不能够用撞传 因为名称可能就是 责任的归属 中方会说 你们国内都讲撞传 怎么能够怪我呢 好 这是第一个名称 第二个扯到原名交换 高金素美今天早上就爆料 说管碧林 昨天下午2点42分 传简讯给我 说改名字 上旗亮查 高金素美表示接受 但是随后管碧林 在3点43分 就是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一个小时之后 突然又传说 原住民所占比例不低 特别要求 注意升迁上的拔着 这什么意思 这是你一个善意的回应 但是别人会解读说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用这个来交换吗 但是呢 高金素美就怒批交换 管碧林今天也很激动 他说 这个是逻辑不对啊 高金已经接受了 上旗亮查 怎么会有交换说法 这是逻辑错误 好 第三波是吵这个三分钟 广碧林 9点34分 上台报告 不满啊 我怎么只能够报告三分钟 高金说 你的报告只有六页啊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很叹息啊 管碧林就说三分钟就只说明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啊 周美武的报告就比较精准 周美武报告说 他这个中国船是一个平底快艇 后方却有两部400匹悬外机 什么就是马达 然后你右边有一个收网机 证实在高速右转下翻覆的原因 有人就说 哦你看他有收网机 表示他真的是渔船 错 因为这个船 是在今年一月才购买 为什么 因为今年一月 二月 尤其二月初 在我们看到的慕尼赫会谈的时候 其实中国方面就知道 你们要跟我讲航行自由 对不对 我就要跟你灰色地带 我要把你的海峡中线说没有 我要把你的金门的 静置海域说没有 所以他一月才去买了船 然后这个船长也没执照 然后这个船长只开拓十次船 然后又在二月十四号大过年的 要去捕鱼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然后王定宇就说 中国要台湾的海巡人员 去中国接受调查 他说如果答应的话 台湾主席还在吗 选择站在违法者那边的人 你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吗 陈玉珍就缓家说 没有啦没有啦 是渔民家属 想要跟海巡人员 当面了解发生什么事 那你渔民家属来金门呢 怎么可能我把海巡人员 送到大陆去给你调查 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 好 那我们另外再来告诉大家的 我们今天讲到的 管碧玲在这个事件当中 有一个事情啊 他已经是被盯上会讲 因为呢 他在现场 他可能不知道那个记者是谁 那个记者就每次都会 我刚刚说出现新闻的中天记者 林陈佑 他在追问说 大陆说你冷血 管碧玲竟然就用手摸他的脸 这个是记者 他很高哦 但他蹲在这个地方 他就用手 你那好冷的小手 摸了我那好冷的脸 然后呢 他就说 看看我的体温 所有记者都尴尬 林陈佑曾经追问赖品瑜 结果赖品瑜跌倒 然后也追问曹星成 结果被怒斥匪台 这样的说法 管碧玲告诉范云说 他认为确实不妥 美国新增 1318例一人死亡 我们今天一人串的报道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 接下来 不管怎么应变 我在这里要呼吁 管碧玲主委 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做每一个说明 跟每一个表态 不要说完之后 立刻又道歉 你这样子的话 你的整个的形象 整个的权威 是被国民党会非常攻击的严重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下午 完全的就是泡声隆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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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